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这公子走远了 他把白符叫过来 告诉他如此这般 你把马牵走 刀替我收着 打发走了白符 白玉堂啊 在后边是一路为随 他这个绞成很快 不大伙的功夫 可就追上了 看这一主一仆在前面走 走的不那么快 这是位文洛公子 加上这小书童 小书童呢 扛着个扁的 前后挑着箱子 可能俩人呢走累了 在眼前出现这么一棵大树 这能遮阳啊 在这下边要歇一歇 书童把担子放下 旁边一块大石头 攒了段尘土 公子安 您坐这歇会吧 这公子坐下了 小书童在旁边也坐下了 白玉堂啊 看了看 那边有块大石头 蹭的一下 就蹿在那石头后头 往下这么一扶身 要听一听他们说话 就听这小书童啊 埋怨这位公子 哎呀 这儿也没别人了 我这心里不好受 我得说说您 您可别怪我 你说吧 什么事 就是刚才呀 你说您 您拿出四十两 洲际穷人 这是咱借来的钱 您自己的情况 您得知道啊 借您钱 让您进京赶考 好 您一下 舍出四十两去 哪有您这么洲际的呀 哎 公子一听啊 你不知道 我看这婆媳二人 太可怜了 哎哟 您不知道啊 这可怜的人多了去了 我见过 卖儿卖女 卖房子卖地 大有人在 那您可怜过来吗 哎 我不没看见吗 嘿 照您这意思 您要看见还都管呢 这还放在其次 主要是 我听说了 人家小媳妇说 拿二十两就行 剩下那二十两 让她慢慢还 您倒好 一步到位 四十两全给了 哪让您这么办事的呀 哎 公子一听 那 有那么句话 你不知道吗 帮人帮到底 送佛送到西呀 嘿哟 您是真行啊 我说公子 我算了算 咱们从这儿到东京城 这个路程 最少还得十多天 十多天的路程 咱们现在剩这点银子 恐怕就得省着吃了 他们俩这说话呀 白玉堂听了个一清二楚 这地方没别人呢 如果说这位公子 为了孤鸣钓鱼 诚心给别人看 人多有情可原 这儿没别人呢 难道他真是如此性格 他是谁呢 说到这儿啊 咱们真得好好介绍 介绍这位公子 这位公子姓炎 他叫炎茶散 自慎敏 家住在长州府 武进县御林村 今年二十二岁 炎茶散的父亲 曾经坐过一任之府 那官做得才好呢 人称这位炎老爷 清如水明似镜 不雅如沙照万战的明灯 两袖清风 爱民如子 是人尽称颂啊 好官 竟干好事了 反而把自己的一些俸禄银子 周济穷人 那么到了晚年 这位炎老爷得了场重病 医治无效 撒手人寰 他死了 家里头就剩下老夫人 炎茶散 还有个老管家 三个人维持这家 那老管家岁数也不小了 实际就这娘俩 这日子开始还能过下去 时间一长就不行了 叫坐痴山空了 炎茶散 从小读书 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 哪儿也没去过 老太太一心培养儿子 让这老管家岩福呢 跑里跑外 到后来说家里没钱了 没钱了就省着过 因为炎老爷没留下什么积蓄 老太太呢 就帮别人做点针线活 聊一虎口吧 即便就这样 都没断了念书 就这炎茶散 按说读尽五车书 应该进京赶考 谋个功名啊 那时候啊 四帝仁宗在位之时 这科考啊是两年一次 再早太祖开国的时候 是一年一次 得到五帝英宗的时候 才三年一次 要说两年一次啊 也得等一阵 哎 偏巧今年不一样 今年啊 皇帝开了恩科 就加一次考试 这怎么回事呢 都是因为 报公陈州放梁 草桥育后 段国太展郭怀 平渊案大快人心 为普天同庆 皇帝才设了一次恩科 老夫人知道这事了 就把炎茶散给叫来了 茶散啊 今年天子开恩科 你就进京吧 谋取功名也好光宗耀祖 你看看咱们这个家里头 老太太有苦难言啊 我培养你这么多年 你该努力发愤了 哎 炎茶散一听直咬牙呀 他怎么不想去呀 自己读这么多书 客少书香 为的就是榜登龙虎 他想谋取功名 但是谋取功名 你得进京 进京可就需要银子 这路费银子家里拿不出来 母亲紧着一追问 哎 炎茶散愁眉紧锁 母亲哪 孩儿进京行啊 这路费从哪拿呀 呃 一下把老太太问住了 是啊 钱从哪出啊 实在不行 让炎福看看 卖点家具什么的 炎茶散一听不行 卖家具咱们用什么呀 哎呀 那不行去借贷借贷 找邻居们借一借 说咱们考完了 万一你要得中了 再还他们 炎茶散一听 那也不行 娘啊 万一我要中不了呢 哎呦 你别说这话 惹娘生气 娘俩越说呀 这气氛越不愉快 哎 就在这时候 他们家来了个客人 推门进了一看 又慌 这怎么回事啊 在院子里就听见 老伯母跟贤弟 这两个人说什么呢 炎茶散站起来了 哎呀 原来是金兄道了 快坐快坐 这位啊 叫金碧正 是炎茶散一位好朋友 今天到这串门来了 这金碧正可有钱 是为原位爷 家里头趁急了 良田亲情 里面成仓 普丫鬟 不计其数 站着房 躺着地 坐着花 花不完呢 这么有钱 他到这一来 老太太高兴了 哎呀 毕正啊 你来了 我得跟你说说 如此这般 就把刚才 你俩说这番话呀 跟金碧正学了 这么一番 哦 金碧正一听 为这个 哎 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兄弟要进京港考 拿不出路费来 咱们都是自家人找我呀 这么着 这路费我出了 你这家伙 才打气粗 他出这钱了 老太太一听 哎呀 闲职啊 你要能帮这忙太好了 等茶散 从东京城回来 甭管我想什么办法 我再还你 哎呀 我老伯母 这话从哪说起呀 这港考是大事 我这学问不行 我也希望我兄弟能高中 这个就路费 这点事不算什么 这么着 我拿一百两 我 你出手就一百两 出手阔绰 那也是真横啊 有人不明白 说这个 金碧正这么有钱 平时怎么不到这 周记周记 帮帮朋友 哎 你要知道 这朋友之间的交往啊 有这么句话 救急不救穷 说你生活有困难 吃不下去 喝不下去了 这我管不了 你得自己想哲学 这是生活的事 如果说遇见 非来横货了 说家里人生了疾病了 房子着火了 碰见这事了 做朋友 再帮 多了少了 十万八万给你拿 这叫真朋友 现在要进京港考 看劫的事 拿一百两 老太太一听啊 拉着金碧正的手 贤职啊 我得怎么谢你 老伯母 不必言谢 咱们这什么关系啊 这是朋友啊 这就是我兄弟啊 太好了 您甭管了 您甭管了 军碧正啊 说完话 回家了 到家里打下人 给拿一百两银子 你想这事多痛快 老太太也高兴 请他路费解决了 赶紧着拿着这钱 明天呢 你就进京 这不挺好吗 严查散犯难了 看桌上 这一百两银子 娘啊 我不能带这钱走 老夫人你听为什么 金碧正借你这钱 就是为了让你 进京赶考 你怎么不带呢 不是 您听我说 我知道 咱家外边还盖着债呢 这样 这钱呢 我拿走一半 我算了算 打这儿进东京城 虽然我没走过这路 省吃俭用啊 也就五十两足矣了 这都有富裕 剩下这一半呢 您拿着还账吧 唉 老太太一听 这孩子是真孝顺 可你孝顺的不是地方啊 我的儿 现在 然没知及时进京赶考 家里的事你不用管 不行 严查散一听 我怎么能让您一个人在家 受苦受累呢 孩儿在您跟前 能承还尽孝 孩儿不在家中 我这心里边挂念母亲 不行 这钱您一定留 不能留 一定留 好 您俩又吵起来了 最后啊 是老管家 严福在 从中 劝 这实在不行啊 公子您也别执拗了 老夫人呢 您也别说不留 这么着 您留二十两 让公子带走八十两 这还不行吗 这一说 您俩倒都同意了 那就这样吧 一百两 家里留二十两 带走八十两 当天呢 收拾好衣箱 带好被褥 把那书我都装一装 准备第二天 赶路登城 第二天天刚亮 老太太就起来了 老太太一宿没睡 怎么 有心事 他忽略了一问题 他就想啊 我这儿子进京赶考 他一人能行吗 严查散没出过远门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五金线 他都没出去过 这到外头 怎么打电 怎么顾船 怎么走路 怎么买火车票 当那年头 没火车票了 有他也不会买 没设过市啊 这怎么办呢 抬头一看 严查散 冲他来了 娘 您没多睡会儿 我别睡了 我想了一宿啊 查散 这样吧 你啊 一日进京 为娘放心不下 你带个人走 你把盐福给带上吧 沿路上伺候你 人查散一听 差点乐了 怎么 我带着我这老哥哥盐福 老盐福今年七十五岁了 这老头跟着我走 谁照顾谁啊 娘啊 我一日就行 你不行 你怎么能行呢 但凡遇见三岔口 你知道怎么走吗 啊 严查散一听 怎么还有三岔口呢 我还真不知道 这东京城不是一条笔直大道吗 哎呀 话是那么说 这中间还有水路呢 你看看 你一人肯定不行 盐福啊 要不然你跟着公子去吧 老盐福倒是没打磕 没问题 老奴就跟着去 走远路也可以 只不过老夫人您一日在家 哎呀 不用管我 我这把年纪了 家里也有吃喝 还有这么多邻居照顾呢 你们就走你们的 啊 不行不行 好好 严查散执意不同意 怎么能让这老哥跟我去呢 他得伺候您 好 又查起来了 正吵得不可开交 金碧正来了 看这金碧正是严家的大救星啊 推门就进来了 哎呀 我说怎么敲门没人开呢 你看 又嚷嚷起来了 我说 贤弟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顺者为孝 知都不知道 当儿子的 老娘说话了 你就得听 不能反驳 当面反驳 视为不孝 那么一会儿 你再说通老太太 这是孝子 明白吗 真凶教训得是 您是干什么来了 我干嘛来了 哥哥昨天想了一宿 有个事啊 我疏忽了 什么事啊 你这么多年 没出过远门啊 这一日出去 哥哥我不放心 你得带个人 这么着 我给你带个书筒来 陪着你 哎呦 老太太一听啊 这金碧症太好了 这可真是 教下朋友 种些地啊 面面俱到 这朋友上哪找去啊 哎呀 闲职啊 我不多说了 以后 伯母再谢你吧 这书头在哪呢 进来进来 请看金公子 一点手 打外边 扔给一信 蹦紧小孩来 进来之后 看了看 老夫人 公子 管家哥 不用介绍 他全认识 老太太一看 这小孩啊 个儿不高 看这年纪一大官 十四五岁 长得挺精神 大眼流精 梳着日月双抓紧 穿这身衣裳 也是仆人的衣服 短衣短裤 可别看是短衣短裤 这都是段子做的 你看 人家金碧症家的下人 待遇相当优厚 穿愁果断呢 转脸一看自己的儿子 这也是为公子 还不如这书童穿得好呢 毕正啊 这孩子多大了 老伯母 这孩子十四 才十四岁啊 老太太有点犹豫 怎么 这天儿一角 爹儿一角啊 严幅七十多了 这才十几岁 这出门能行吗 他这神态啊 让金毕正发现了 老伯母 我知道您什么意思 您担心这孩子太小 我不懂事 对不对 您放心 这孩子 不是一般小孩 太精明了 您看他这俩眼珠子一动啊 就是主意 鸡令鬼 灵力虫 小金豆子不知亏 说的就是他 在我们家一直当书童 我特别喜欢他 说真的 要不是我兄弟进京啊 我舍不得把他给带出来 只有他服侍我兄弟 我这心里才踏实 他叫宇墨 小孩一听 对 金公子说的对 老夫人 我叫宇墨 您别看我年纪小 东京城啊 我去过六回了 跟我爹去的 我爹原来是脚夫 这趟道我熟 而且呀 我经常出门 什么都懂 我一定能服侍好颜公子 小嘴巴巴巴还挺溜 老太太一看这机灵劲 倒行 哎呀 也就这样吧 时间不能太长了 这不能耽误考期啊 那就多谢了贤侄 我就不多说什么了 行了行了 不多说了 宇墨你留这 我回去还有事呢 金逼正走了 留下宇墨帮着颜茶伞 又收拾收拾 这就准备出门了 老太太一看 慢着慢着 差点望间大事 娘啊 什么事啊 你跟我来 把颜茶伞让进礼屋 有点抽屉礼 取出一封书信 交给颜茶伞 你带好了 这个信 你听微娘跟你说呀 这次啊 你到了东京汴梁城 不要住在别处 你就去祥福县 双星桥柳宅 那是你姑丈家 投奔你的姑丈姑母 这信交给你的姑丈 另外你得记得 你当初和你的表妹 柳金禅可有婚约呀 到那之后考完了试 要完成婚试 明白吗 颜茶伞脸一红 点了个头 他知道 自小啊 跟表妹就定下婚约了 那年头啊 封建社会还讲究这个 亲上加亲 现在当然不允许了 颜茶伞知道 哎呀 这个娃娃亲了 感情母亲还想着这个呢 那好 那孩儿谨遵母命 相互又嘱咐了嘱咐 这就赶路登城 这一路之上啊 还别说 一主一仆 毫不寂寞 怎么呢 这随着走随着聊天啊 颜茶伞这人呢 性格好 性如温欲 跟谁都能聊得来 如其他读书多 这个掌握的知识也丰富 说出来就是典故就是故事 小雨沫瞪着眼睛听 挑出这书香也不鲜累 您再给我讲一个 那个我知道 您再来一个 他听颜茶伞说 颜茶伞也爱听小雨沫聊天 这小雨沫呀 大宅门里的书童 专门会接这下卷 接下卷 也是学问 你得接的恰当 不能打腮帮子上 那人家说了就不舒服了 让颜茶伞呢 老想跟他讲 勾话 这说着话 聊着天走着路 他就不嫌累 这是其一 其二呢 这小书童雨沫呀 懂得也不少 这一路之上 他给颜茶伞 讲社会的事 颜茶伞22岁 雨沫14 这一笔呀 颜茶伞什么都不懂 真得听这小雨沫的 嘿 颜公子看了看 我说小雨沫 你怎么懂这么多呀 啊 谁教你的呀 你从哪看来的 嘿 公子啊 什么谁教我 我哪看 这都是我亲身经历的 您不知道吧 我这个身世与众不同 您别看我今年14岁 我呀出了13年的门了 啊 颜茶伞没明白 你怎么出了13年的门了 您听我说呀 他这一说 颜茶伞才明白 这雨沫的父亲呢 是脚夫 年到40岁的时候 才生这雨沫 而自己的妻子也算大龄产妇了 所以生雨沫的时候啊 由于难产 妻子啊 死了 雨沫生下来没见过妈 这对于 雨沫的父亲来讲 一洗一杯 洗的是中年得子 杯的是中年丧妻呀 这一洗一杯 让人怎么能受得了呢 发送了妻子 抱起了孩子 这孩子刚下生啊 嗷嗷待哺 哇哇啼哭 就知道这孩子在吃 那就找邻居呀 那化些奶水 自己呢 拼命挣钱 去挣钱可以 干这个脚夫的行业 孩子谁带呢 没办法 背着个筐 把小雨沫哥这筐里头 走哪儿背到哪儿 这孩子呀 咿咿咿呀呀 就在这筐里边跟着 哭了呢 抱出来哄一哄 多尊睡着了 他父亲呢 能歇一会儿 就这样 最难的是啊 就得吃奶 这孩子吃奶 不是那么方便的 他这个脚夫的行业 也不是天天有 挣了钱 上哪儿 花奶水去 他这父亲就想了个办法 专门去那个家里边 有小孩 有产妇的家庭 去干活 到那儿就说 干完活啊 我不要钱 也不要吃的 您就赏给我 这娃娃几口奶喝 我多给您干 淡水 劈柴 推磨 弄完之后 您就看看 那孩子能吃饱了就行 小雨沫呀 吃百家奶 长大的 多苦啊 可这里边啊 也有好处 怎么说好处呢 就这个营养齐全 一个人以体质啊 一个体质一个样啊 这里边维生素 ABCDE 反而全有了 所以这孩子聪明 长到14岁啊 经验丰富 经常出门 两岁的时候 就能一压压说话 所以他懂得多 严查咱高兴 就跟这孩子在一块不寂寞 那么一直走 走到河南地界 一座小镇前 严查散行一举 这事 雨沫久久不能释怀 大树底下就说 您这个 没您这样的 您算算咱们这钱啊 你说进京城 还有十天的路程 哎呀 我怎么算 怎么不够 行了行了行了 严查散一白手啊 你别磨刀了 再磨刀一会儿 天黑了 咱们赶紧打电吧 走走走 主仆二人站起身形 往前走 他们走了 大石头后 白玉堂出来了 白玉堂把手 往身后一背 看着主仆 渐行渐远 他点了点头 这个人了不起呀 我倒要仔细查访 白玉堂来了兴致了 还想进一步地了解 了解这严查散 哎 我得追上去 可低头看了看 自己这身答备 这身五声答备 我要追上去 他一见我 这肯定 这不是一路人呢 难以接触 这怎么办呢 嗯 看远处里呀 步履蹒跚 走了一个要饭的 他眼睛这么一转 哎 我何不如此这般啊 哎 想到这儿 这要饭的走到跟前了 白五爷王道中一站 一炸闭绑 别走了 哎 把要饭的吓一跳 好一看 这位 这是五声公子啊 金经谍报 这干什么 不是 您要接我呀 白玉堂差点乐了 我接要饭的干嘛呀 你呀 过来 跟我到那后边去 那儿有块大石头 在大石头后头 我有话 跟你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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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